你好 你有看到吗 茶叶 开车驾驶前一秒还开心的和旁人闲聊 突然对象车道冲来一辆轿车 对象白色轿车先是撞飞第一辆兄弟车 接着又撞上后方车辆 吓得女乘客大声尖叫 你出去 快点 小心 看车 挡风玻璃前不停没出阵阵白烟 车内男女赶紧开车门逃离 救护车道场现场一片狼藉 车祸发生在上个月30号上午11点多 肇事驾驶是60多岁的灵性妇人 从和欢山下山行进台14甲2.2K处 疑似疲劳驾驶开到一半打瞌睡 冲撞到对象车道 先撞上休旅车 而紧跟在后方的银色轿车也遭受波及 休旅车左后轮爆胎 银色轿车车身卡在山壁空隙中 前方板筋凹陷车灯也破了 巨大撞击声响也吓坏附近居民 听到那个蹦蹦蹦 好像放别人放那种蹦蹦蹦三声而已 有听到声音对不对 有听到声音蹦蹦蹦就三声嘛 当时三辆车上分别各有两人 索性没大碍 而这几天中秋连假南投观音瀑布 也有重击意外撞车 警方统计一号当天当地就有三起车祸 中秋连假不少人到南投旅游 车祸连连索性人没事虚惊一场 记者韩志欣王百一南投资访报导